耶路呀 把人的掌声归给神 我们做祝福的宣言 愿意平安 你是救活世界的宣教士 以长子的祝福在二三七时代 恢复万民圣徒吧 真的 我和各位 在这时代 在充满贪欲 以其谎的时代 神树立了我和各位为证人 因着我们正确找到这祝福 在我们这只有一次的人生当中 在神面前留下人生作品 愿我们能够兴起这样 被神所使用的珍贵 做功用之的名祝愿各位 生命记是我们不断在查看 神的话语 生命记是摩西在最后 向以色列百姓传讲神重要应许 又向后代传讲应许 是这样非常珍贵的内容 就是生命记 就像我们非常清楚一样 在旷野四十年生活最后的时刻 摩西看着迦南地 向着自己的后代 摩西传达教导了重要的音许 是一言的话语 这就是生命记的内容 生命记整体呢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其中从三十一章往后面看的话 就是在最后摩西向着以色列百姓 传达重要应许的内容 一句话来说的话 这音许当中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呢 在神引导的人生当中 我认识神是这样的神 神是这样向着我做工的神 所以呢 你们要仰望那位神过人生 这是摩西对于以色列百姓 所讲的话语内容 这是最重要的核心 今天我们所看的本文三十一章当中 摩西对以色列百姓生 你们必定会占领神给你们约定的迦南地 然后又跟他们单独呼召 约束亚传达了重要的应许 你要刚强壮胆 你必定会带领以色列百姓 进入神所启示应许里面的那地 可以看到摩西对于约束亚的传达 上一周我们也看过话语 摩西其实没有进入迦南地对吧 他在摩亚地上到 伯皮尔山看着迦南地整体 然后为了后代 为了下一个时代 摩西做了一切准备之后 传达应许 就是今天我们所作的本文内容 世上人过人生的时候 要把物质留给后代 把眼睛看见的很多要留给后代 所以非常的挣扎 但是呢 摩西唯独那一点 要把正确的应许留给后代 作为遗产 我们可以看到 摩西在这个事情上完全献上 特别是今天本文三十一章十九节的话语 摩西人生作品当中的重要部分 三十一章十九篇 我们一起来诵读 现在你要写一篇歌 教导以色列人 传给他们 使这个歌见证他们的不是 传达一切话语之后呢 让他们说把这作为一篇歌写下来 然后教导后代 做这歌的应许 一定要让后代不断地去传颂 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讲了这样的话 摩西为什么 向着以色列百姓 手写简讯的以色列百姓去传达呢 其实摩西已经知道了 神向以色列百姓所行的这一切做功 以色列百姓可能会遗忘 后代在过人生当中 自己也不知不觉 神曾经对我们所做的功 因为可能会遗忘 所以会有这样的后代发生 有这样的后代兴起 所以这应许的做功 要把它做成一篇歌 不断地让他们去送唱 不要遗忘这应许 要传达这应许 这就是摩西所讲的内容 实际上 摩西已经看着遥远的未来 做了传达 不是单纯的未来 而是说 后代会陷入不信仰当中 不仰望神 以色列百姓又会去拜偶像 看到这样的未来 为了让后代不遗忘 应许 不因为拜偶像去失败 再次陷入问题当中 摩西直接把应许变为一篇歌 不断地去让子女去送唱 话语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内容 今天我们看二十节的话语 因为我将他们领进 我向他们列祖启示 应许那流奶鱼蜜之地 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 身体肥胖 他们现在还没有进入那迦南地 但是对于进入以色列 进入以色列之地的百姓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有这样的忧虑 出了这样的话说 他们那里吃得饱足 身体肥胖 就必向别神侍奉他们 藐视我背弃我的约 因为后代会遗忘这应许 而且因为他们 在加南地吃得饱足 身体肥胖 就像他们以前去侍奉别的神一样 会灭亡 他们遗忘这一切 又会再去拜别的神 为了不让他们去做这样反复的事情 所以让这应许成为一篇歌 不断地去送唱 摩西把神所赐的应许 传达给后代也做了准备 实际上做了留下这样遗产的作工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部分 接下来又树里的指导者 就是约束亚 约束亚 按照摩西所传道的应许 带着这应许 结果享受了征服迦南地的祝福 今天在座的 哈纳教会所有的圣徒 愿各位 持定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 进入祷告之中 真的留下正确的属灵遗产 成为传达给后代 这样属灵遗产的圣徒 在你们持定应许祷告 去传达的属灵遗产 让我们的后代会成为 救国二三七国家 成为主角被树立的 摩西传达应许 约束亚领受应许 持定这应许 征服迦南地下族这祝福一样 今天我们所持定的应许 传达给我们后代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后代 就能够成为 救二三七国家的主角 被神所使用 享受这祝福的应允的 我们要调到这样的祝福 才可以对吧 我们这仅有一次的人生 要留下人生的作品 不是别的 而是把属灵的遗产 能够传承给我们的后代 享受这样属灵的祝福 这是我们要享受的恩典祝福 对吧 为此 当然我们有很多不足的部分 我们有软弱的部分 但是没有关系 摩西的一生 如果说他的人生是留下人生 作品的人生 那么神也会同样 愿意赐给我们这样的祝福 摩西 他的心里面 到底是怀抱什么样的中心 我们要知道这一部分 我们也去持定的时候 那么我和各位同样 就像他的人生 成为人生作品一样 我和各位的人生 也可以在这时代 在被神看来 成为最重要的 能够留下 重要的人生属灵作品 遗产成为这样真贵的人生 摩西 他心里 怀抱的中心里面的是什么呢 他怀抱的心 传达的是什么呢 以这个部分 跟大家分享三个话语 首先 摩西知道 该要知道的是什么 第二点是 摩西正确知道 该铭记的是什么 第三点 摩西呢 知道 什么是不该遗忘的 所以 要知道的 要铭记的 不可遗忘的 当正确知道 正确去 持定正确去怀抱在新的摩西 他的人生就成为 留下作品的人生 那么所以今天我和各位 该知道的 该铭记的 不该遗忘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持定这一部分 首先本论第一点 神通过 摩西想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的是什么呢 不是别的 是我们要拿着生命的整体来看 生命的整体是摩西的三个讲道 那么摩西讲道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要知道 要明白 不可遗忘的 就是三个这个部分 首先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摩西向以色列百姓告知的 他们要明白的是什么呢 你们本是埃及的奴隶 但是因为出埃及的事工 被释放 你们是成为神的儿女了 要知道这一事实 这是摩西向后代 其实就是听着 讲道的对象是 马上要进加南地 在旷野当中 已经连长的一代 全部死去 只是后代留下的 一群共同体 以色列百姓 在这个时候 传达的信息是说 过去引导你们 祖上出埃及的 这个历史的作为 你们不要遗忘 出埃及是什么呢 以色列百姓 在埃及成为奴隶 能够从当中的释放 把这个叫做出埃及 是绝对没有办法 逃脱出来的埃及 但是呢 以色列百姓 他们某一天 不知不觉就成为埃及的奴隶 再怎么努力的生活 再怎么样的拼命挣扎 也没有办法 从奴隶的生活当中脱离出来 子女生完子女又生后代 不断的会怎么样呢 不断的传达的 就是奴隶的人生 在这样的状况当中 就是我们看到的 以色列百姓 以色列百姓 当然他们可以努力 正直 奋力的生活 但是怎么办呢 他们再怎么样做 都只是为了埃及 再怎么努力的生活 再怎么汗流浃背的生活 也没有办法成为自己的 因为他们是奴隶的人生 所以不可能成为自己 跟他们一直没有任何关系 只能是为了埃及 为了法老王的喜乐而人生活着 但是从这里面脱离出来的 就是埃及的事 出埃及的事件 某一方面来说的话 不幸者在这世上 过人生可以看起来很优秀 很卓越是吗 也对 看起来很成功是吧 有可能可以这么看到 但是分明要明白的就是 不幸者在这世上过的人生 结果是让这世界高兴 让撒旦高兴 一句话来说 只是过着 世上奴仆的人生 再怎么样的努力的挣钱 结果还是世上的奴仆 这是不幸者的人生 但是真的很抱歉 圣徒呢 也一样 如果没有办法知道 正确的应许 做功的话 也像这些不幸者一样 成为世上的奴仆一样 我们的圣徒 也会成为世上的奴仆 过人生 我们真的要持定神 抗位重要的应许前行才可以 要不然 你们再怎么挣钱 挣得就什么样 只能是让别人高兴了 结果让撒旦在世上 就为撒旦服务了 这就是我们现场发生的事情 神让以色列百姓 从没有办法脱离出来的 爱当中脱离出来了 这就是救赎 埃及说的是这个世界 从埃及这样强大的国家里面脱离出来 结果统治这埃及的王就是法老王 那么法老王代表的象征的就是撒旦 埃及象征的就是世上 那么以色列百姓怎么从埃及 从法老王的手中到自由 得到解放了呢 这只是一点的原因 就是因为流了羔羊的血 磨到门楼上的时候 杀死长子的事情 越过了他们 这叫做愉悦节 神在埃及降下灾殃 第十个灾殃是杀死所有的长子和投生的 只要有生命的 不仅是人 就是牲口投生的 人的长子全部都死的灾殃 但是呢 在这灾殃当中 能够从灾殃当中脱离出来 不面临灾殃的家族是什么呢 就是把羔羊的血磨在门楣上的时候 这灾殃的作为就没有临到他们 越过去了 越过去了 这里面说的羔羊的血说的什么呢 就是基督 就是这样的 在这世上不知道什么时候面临的灾殃与诅咒 失败 能够从当中得自由 能够真正得释放 除了基督之外 没有别的 所以使得行传四章十二的话语说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在这世上不断地发生的灾殃与诅咒 失败当中 能够从当中得释放的名字 只有基督这一位的名字 愿各位不要被骗 除了基督之外 还可以得救 在这欺骗的骗术当中 愿你们不要被骗 唯有基督 能够让我们从这里面得释放 让我们从撒纳的手当中能够胜利 所以当你持着基督的名字的时候 在福音里面的人 所有的一切 结果都是胜利 神以恩典赐给我们的祝福 就是这一点 埃及是这样强大的国家 无信者法老王 让以色列百姓成为奴隶 成为卢普 让他去建埃及城 在这里面去做劳力的 埃及的以色列百姓 他们有什么能力出来吗 他们的自己的力量 他们的奴隶 他们的奋斗 不是的 是神的恩典 是神单方面性做的 救赎的做工 是神单方面性做的 所以生命纪 在九章五节的话 有这样的内容 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 从阿里当中处理出来的呢 不是因为你的义 也不是因为你的心理的正直 然后说了什么呢 以色列百姓 怎么样从阿里当中处理出来的呢 不是因为你们 而是因为周边的人太凶恶 所以神击溃了 这周边的一切国家 所以是什么意思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救恩 完全是神的恩典 以色列百姓 自己积攒力量 努力挣扎 因为正直 所以从阿里当中脱离出来吗 不是的 是神恩典中的恩典 话也告诉我们 就是这一点 对 就是这样的 我们因着相信 成为基督的耶稣 接待他的时候 成为了神的儿女 我们得救 是恩典中的恩典 本来我们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亚当夏娃 在神面前不顺从 离开了神 因此 这世上的一切辛劳 灾阳困难 不断地领导 因为离开了神 所有的辛劳 灾阳困难 不断地面临着 为什么呢 不信的这些不信者 他们在生活当中 去算命 去找道士 去生成八字 算命 努力呢 为什么 因为他们困难 所以去找这些算命的 去找这些做法术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生活太艰难 所以去看自己的生成八字 因为他们是离开神的人 他们的所属 就是魔鬼 所以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字话语说 你们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不管你认不认可 所有的不信者 他们属于哪里呢 他们就属于魔鬼 所以不安 所以越来越艰难困难 哪怕是成功了 但是成功的这个本身 就没有办法去守护这个成功 很困难 所以去找算命的 去拜偶像 为了今天有一些平安 但是真的有这么平安吗 离开神 这一切就会来问题 结果就有属灵的问题 然后有精神问题 又有肉身问题 疾苦 结果去地狱之前 在这地上就过着地狱般的人生 然后把自己的人生还会传达给后代 最后又去到地狱 为什么呢 因为因着不顺受神的话语 离开了神所有的一切困难 所有的事上的问题就来临了 但是能够解决 但是能够解决 这条问题的路 事上没有 所以神给我们了约定 这约定什么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叫做原始福音 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基督来到这世上击溃了撒旦的意思 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各位 离开神 这背后的就是凶恶的撒旦 为了击溃这撒旦 我们的神要派女人的后裔 这女人的后裔意思就是 他不是亚当的后裔 不是人的后孙 女人的后裔就是说 不是人的后裔 不是亚当的后裔 再次说明 女人的后裔就是说的是神 唯有神能够击溃撒旦 唯有神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所以这位神来到这世上 因着他与我们同在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到原罪问题 给了我们这样的约定 这个约定就是 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 主必亲自给你们个兆头 同志女怀孕生子 取名叫以马努力 亲自来到我们中间 解决我们原罪的问题 与我们同在 赐给我们这样的约定 这样降临我们中间的 那一位就是耶稣 这位耶稣就是 以基督的身份而来 基督他的名字 就是被犹高的意思 把犹高在身上的 高在王祭祀长先知的时候 所以基督以真王而来 击溃了撒旦的头 以真祭祀长而来 解决了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 罪而来的灾殃与诅咒 以真心之而来 因为离开神 只能去地狱 解决我们这所有的人生 结束了这一切 所以基督 是一切问题的解决者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基督 并不是缺乏的基督 不是不足的基督 而是人生所有问题的解决者 他就是谁就是基督 所以约 汉福音十九章三十节 耶稣亲族说都成了 你们人生所有的一切 都已经画上了句号 人类所有的一切 都已经画上了句号 因着基督他的名字 知道基督奥秘的人 他们所赐的祝福是什么了 就是成为圣儿女的祝福 神赐给这样惊人的祝福 凡接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全柄 做神的儿女 当你们接到耶稣为主的时候 我们全部就改变 从魔鬼的子女 变为神的儿女 这个时候我们里面 是谁来管理呢 是圣三位体神 在我们里面 以武力去做功 这就是得救的神的儿女 拥有的祝福 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是圣父神 圣子神 圣灵神 以能力救赎在我们里面 赐给我们五个力量 做了奇妙的功 因为我里面 有圣三位体的神 所以我们每一个脚步 都能够显明宝座的祝福 为什么呢 因为神在宝座上面 那位神 因为在我里面 因为他在我里面 所以我所有的生活现场 都能够显出宝座的祝福 因为宝座祝福 能够临到的时候 所以能够享受超越时空的做功 所以就能够享受 像是二三级国发光的音乐 所以我们每一天 去持着基督这个约定的时候 就 神的心像 在我们的灵魂里面 以圣灵在我们里面 充满做功 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 充满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 就能够享受 面临伊甸园 祝福的人生 这神赐给神儿女的祝福 当真群人能够享受 这个祝福的时候 就能救活我 救活现场 能够救活教会 享受空前绝后神的应允 这所有的一切 是因着神的恩典 赐给我们的 所以福所书二章八节 保罗的告白 因着信 我们又因着神的恩典得救 我们就是成为神的儿女 从世上得释放 从所有的撒旦当中得自由 这一切不是别的 而是 不是我努力 不是我拼命了 而是因着神的恩典 我们得救了 因着神的恩典 因着信 因着神赐的恩典 我们能够得救 这不是出自于你们自来 是出于神给你们的礼物 哥林多前日书 书长实在话语说 然而我今儿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救恩的作为 你们要知道才可以 救恩的作工 完全是神全然的恩典 让以色列百姓 从埃及当中得释放 从法老王当中 手中得自由 这是神的恩典 那么我们也是 因着基督得救 成为神的儿女 在这祝福当中 这个本身 就是神的恩典 中的恩典 所以呢 我们没有必要 去夸我们什么的 唯独高举基督 唯独夸耀基督 为什么呢 因为是恩典 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人生 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真的实际上 你们的时候 如果没有神的恩典 怎么能够活着呀 每一瞬间 我们的人生当中 救赎也是神的恩典 不仅如此 作为神的儿女 人生的所有的一切 瞬间瞬间 每一个脚步 都是神的恩典 灵道 在这个祝福当中 你们才能够活着呀 你要知道这一事实 首先要明白 就是这一点 本能第二点 是我们要去 铭记的部分 我们不该遗忘什么 要铭记的是什么呢 该记住什么呢 得救的以色列百姓 神引导他们 去了旷野 神为什么引导 以色列百姓 直接去 加拿大就好了 但是去为什么 带他们去旷野呢 引导他们去旷野当中 有重要的祝福 奥秘 有重要的神的意图 你们要明白这一点 可以马上带他们 去加拿大 但是神为什么 不这么做 反而 带领以色列百姓 去了旷野呢 这里面有重要的 圣经内容 就是生命纪八章 二到四集的内容 神为什么带领以色列百姓 去了旷野呢 旷野一句话来说的话 是有很多的问题 于困难的现场 对吧 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旷野当中 他们前行 没有马上能够进入 迦南地 神为什么非要带领 他们去旷野呢 实际上 拿着在埃及当奴隶的水准 以色列百姓是没有办法 征服迦南地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迦南地已经有七族 三十一王守着这个地方 他们住在那里 以色列百姓四百年 埃及奴隶人生的这个水准 怎么能够征服迦南地 不可能的 所以神带领以色列百姓 去到旷野 行走旷野 而且是四十年之久 神让他们这样行走旷野之路的原因 就是圣经纪八章二到四节 说为了苦练你 试验你 这边的试验不是说让你败亡 而是为了祝福你 所以来的苦练 为什么呢 你们真的要明白 圣徒得救 成为神的儿女 那成为神的儿女 应该没有困难才可以啊 为什么每天每天的生物当中 还会有这样的瞬间训练的困难呢 有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吧 在旷野当中 我们的人生会面临很多的困难 虽然信了耶稣 甚至于说 耶稣同时 同在的这个船也有了风浪 马太福音当中 耶稣坐了这个船 但是这个船也面临了风浪 那么作为我们的圣徒 走着旷野般的人生 困难就是当然的 但是为什么会有困难呢 不是为了让我们困难 让我们灭亡 这是什么呢 是为了试炼我们 苦炼我们 为了让我们 唯独去仰望神 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真正的祝福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力量 我们真正的力量从哪里来呢 唯独基督 唯独仰望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拥有 世上人没有的属灵的力量 唯独在福音当中 唯独在福音当中 才会拥有属灵的力量 所以在这旷野路的人生当中 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通过这些问题 唯独仰望神 为了让你们唯独仰望神 让你们具备真正的力量 所以在四节三节的话语 神秘节八大三节的话语说 为了让我们知道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那是靠耶和华 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我们带着肉体过人生 我们也需要食物 但是要知道的就是 如果因为这个食物 可能会错失属灵的祝福 属灵的祝福才是首先的 当我们找到这属灵的祝福的时候 肉身的祝福就会跟随而来 但是肉身如果太华丽 你们就会无视属灵的 就会对属灵的毫无关心 所以分明的就是 我们不是靠着食物过人 而是靠耶和华 口里所出来的一切化而活着 为什么要走旷野的路呢 唯有神的话语才是我们属灵的祝福 让我们明白这一事实 所以真正的祝福是什么呢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话语 这才是属灵的祝福 在走旷野路上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里 只能被当中能够不动摇 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话语 所以当你们一定要去持这个话语 这才是属灵的祝福 当你持定这个祝福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都会跟随而来 神约定的属灵的祝福 这话语去抓定的时候 你就可以成为看到实际的祝福显明 居然诗篇大卫的告白说 因为明白看到这些苦难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神的律例 是诗篇119篇71节的话语 因为这些苦难成为有意义的 为什么可以学习主的律例 诗篇119篇67节的话语 我为所苦意先走迷了路 现在却遵守你的话 没有苦难以前就走了迷路 但是有了苦难之后 现在我可以遵守神的话 能够进入这个祝福当中 话语说的是这样的部分 就是听到话语的这个本身 能够听懂听明白的时候 就是祝福 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听懂我在说什么 你们能够去听懂话语 去持定去成为生命的时候 用主动的祝福 让各位能够享受这样的恩典 走旷野路如果错失方向 错失话语的时候 就是人生再怎么努力也会动摇 在走旷野路当中 神完美的引导 是怎么样引导的呢 神是怎么样引导的呀 在亚拿的征战当中 神带着他们做了征战 然后在他们的脚步当中 在生命纪一章33节的话语 以色列百姓 被神用火柱与云柱所引导 白天是云柱 晚上是火柱 为什么白天是云柱 晚上是火柱呢 你们要知道 是如此正确的 引导了以色列的百姓 讲乎 而且没有水的时候 在面临口渴 神打开盘石 让他们有了火拳 在行走旷野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种植 对吧 神给他们安存于玛拿 重要的就是 在福音里面的人 绝对不会挨饿的 在福音当中的人 绝对不会失败的 真的在福音当中的人 真的爱福音 爱神的人 他们绝对不会有饥饿 爱福音的后孙 没有饥饿 神会让他们 有饱足 有衣穿 这就是神赐给我们 玛拿与安存的话语 所以在 圣明记八章四节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四十年 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 在四十年旷野路上 他们的脚也没有肿 这是什么意思呢 结果我们的神 向着神所拣选的 以色列的百姓 神会怀抱他们 在怀里 让他们行走 旷野 就像父母 怀抱 背负孩子 前行一样 被拣选的 引导 一定要铭记这一事实 最后本能第三点 为了成为作品的人生 我们要去 知晓 铭记 且不可遗忘 我们不该遗忘什么呢 首先 以色列百姓 瞬间瞬间 我们可以看到 他总是陷入不信仰 不相信神的这个本身 是最大的罪 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罪 你们怎么认为呢 信神的人 但是在神的面前 却不信仰 但是以色列百姓 瞬间陷入不信仰当中 民书记十四章当中 派了探子去 这个地方做探视的时候 他们回来做报告 做了什么样的报告 什么呀 就是什么意思呢 不信仰的告白 也会显出应允的 信仰的告白 也会成为你的信心 也会显出应允 不信仰的这个告白 反而会更快的 有结果出来的 在生命纪九章 十六的二十一节当中 以色列百姓 行走旷野之路 他们陷入了拜偶像里面 当时神因为立位之派 然后说陷入 偶像崇拜的这些 被刀全部杀死 拜偶像就是不信神 陷入不信仰里面 民数记十六章当中 有可拉大滩 这些人聚在一起 抵挡了摩西 抵挡了神所处理的 指导者摩西 所以地分开 他们这些人 全部被活埋 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就信了不信仰 在行走旷野当中 神已经充分地 赐给他们吃的喝的 但是他们习惯性的 出来就是不信仰 结果呢 在旷野当中 出生了新生代 才能够进入迦南地 在旷野这些年长的一代 因为埃及的这个根性 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 只能埋葬在埃及 这是什么意思 不信仰是如此的 让人可怕 所以重要的就是 我们不该做不信仰 这一事实要明白的就是 不要遗忘 你们是被神所拣选的 以色列百姓 还有我们要不可遗忘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人生有两条路 在生命纪三十章当中 我们有两条路 三十章十五节的话语说 生命与福 还有死与祸 在你的面前成名 十五节说 看啊 我今日将生与福 死与祸 成名在你面前 愿你能够去选择生命 让你的后代能够存活 我们前面两条路 我们是选择信心 还是选择不信仰呢 这个结果必定会显明出来的 所以各位真的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过程 我们的行走脚步当中 有神所给我们的路程 那么我们该在这个过程当中 做什么样的拣选呢 瞬间的选择 左右着你的人生 就是这样有这样的广告语 对吧 瞬间瞬间 你们是选择信心 还是选择不信仰呢 选择不信仰 这个结果因为 没有办法马上显现出来 所以你们不知道 所以会选择不信仰 但是瞬间瞬间 选择这个不信仰的时候 后来怎么样 必定会面临极限的 我们说选择信心 选择福音 这也是眼睛看不见的 因为看不见 但是能够去选择信心 选择福音 这个选择是艰难的 没有信心是不可能 做正确的信心的选择 做这种选择也是很艰难的 但是分明的一点 这里面的结果也会显明出来 所以各位一定要铭记 在福音当中 就是说 除了福音之外 不做福音之内的一切 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是损失 不在福音里面所做的一切 必定都会是损失 相反的 在福音里面所做的一切 无论是什么 必定会显出信心 能力生命 医治果实 所以哥林多前书 15章58节的话语说 不要动摇 因为知道你的劳苦 在主里面 不是突然的 现在我选择了福音 现在我选择了信心 好像马上没有英语领导 但是愿不要被骗 这个必定会成为 生命 祝福 能力 医治 应允 看不见的能力 看不见的医治 看不见的应允 一定会向着我们 绝出果实 我们说 选择 信心 和福音 并不是简单的 所以 我们每天 应该不措施 神所赐的话语 才可以 生命纪 18章当中说 当我们去顺从 话语的时候 出路都会得福 当你不顺从 神的话语的时候 在生命纪 28章 35节说 从脚掌到头顶 长毒疮 无法医治 就是身体 全部都会长毒疮的 如果不顺从 生话语的时候 所以今天 我们要选择福音 选择信心 能够选择信心 于福音 神会通过话语 让我们去选择 当我们顺从 神话语的时候 实际上 你们不仅 出路都得福 而且在这里面 因着次的选择 你们会 得到 看不见的能力 看不到的医治 看不到的隐喻 会向我们兴起的 比看得见的 看不到的是 更大的祝福 其实这就是一切 我们做话语的总结 摩西的讲道 是让属生的人 以话语成为体制 话语要形成 刻印根基体制的意思 那么 就如同 旷野的人生路上 就会胜利 如同旷野的人生路上 不仅会胜利 但话语成为我们的 刻印根基体制的时候 结果我 话语 刻印 体制 形成的时候 我们的后代 就能够救活 就能够打开 二三七的门 今天 想着各位 真的因为你们 持续话语 在话语成为你们的 刻印根基体制的时候 你们的人生 现场 能够胜利 你们的后代 能够成为 寻找二三七 成为主角 留下重要的人生 并作品成为重要的人生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祝愿者 阿弥